坐在台下的基隆市長謝國良 一度眼眶泛紅 淚滴在眼眶中打轉 看到攝影機趕緊收起情緒 就因為基隆市議會議長 童子偉在台上 致辭時的這一段話 我想這個模範父親的表揚 除了表揚我們在座的模範父親 其實我們也要表揚一下謝師長 他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模範父親 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想要幫他聽訪 我也提外話一下 這個前幾天我們共同參加了一個 這個全國科展的一個開幕典禮 小愛剛好下課來找爸爸謝師長 我想在現場參加開幕過程中 我覺得他展現出來的父愛 其實我當下是很感動 也很想流眼淚的 我覺得對一個父親 一個對小孩子的一個照顧跟疼愛 我想從謝國良市長身上可以看出來 據了解市長謝國良突然受感動 是因為女兒小愛 前陣子剛好身體微樣 議長童子偉一席話 直接觸動謝國良作為爸爸的心 而這段小插曲的現場 剛好在父親節前夕 七獨區在七獨國校演藝廳 舉行112年 模範父親祭好人好事代表表揚活動時 包括機動市長謝國良 機動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鈺 市議員張耿輝曾宜芳 以及民進黨立委參選人鄭文廷議員 都親自參加 恭賀21位分別由七獨區個理辦公室 以及原住民推舉出來的模範父親 和12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長謝國良真心表示 自己也是成為爸爸後 才真正感受到身為爸爸 對家庭以及孩子的責任 因此特別感謝七獨區個理的模範父親 也感謝各理的好人好事代表 對家庭和社會的表率 我們是不是再次掌聲 來鼓勵一下我們的模範父親們 好不好 恭喜我們的模範父親 我很驚訝 但是不意外 我的牧師今天也是 我們的模範父親之一 非常感謝 我想今天這個日子 主要是要感謝我們的父親們 包括小葉爸爸 也是做的父親才知道 真的父親其實有很多工作 也是很重要 一個孩子的過程中 不能沒有母親 這是最重要的 但同時父親的角色 也是真正對孩子的事 比如說小時候看不出來 長大以後 一個好的父親 一個好的母親 造就一個完整的孩子 這個真的是非常重要 其實講真的 小葉爸爸以前不太了解這些 這些點點滴滴 但現在的感受已經非常深刻 所以對你們事實上崇高了敬意 另外對我們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 也謝謝大家 在社會付出善心付出 基董市議會議長 同志偉更是特地帶領 副議長楊秀鈺 議員張耿輝 曾宜芳 以及民進黨立委 參選人鄭文廷 和市議員陳明健的 服務處主任等人 一起在台上 感謝受表揚的模範父親 和好人好事代表 我要感謝所有父親 對家庭還有子女的奉獻 建立起台灣 照顧家庭 為社會付出的傳統 這也是我們基隆最純樸的精神 能夠獲得模範父親得獎 是社會最好的點範 期盼在這充滿 幸福和榮耀的時刻 向所有的父親 都表達最深的經歷 每一位受到表揚的爸爸 都非常不容易 相信每一個人在這講的背後 對我們平凡當中偉大 不管是爸爸 子女 還是面對人生中的困難 都是值得令人感動 還有光榮的小故事 最後我們也要特別感謝 我們各地的好的好事代表 你們都是我們繼承 最美麗的風景 燃燒自己 奉獻他人 付出無所求的精神 值得所有人來學習 尤其是我們的政治人物 各位都是我們的老師 還有我們的貴人 期許這善的能量 繼續在基隆綻放 在模範父親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 家眷等人陪同下 一起合影留念 提前慶祝父親節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